积极国中对于学生的教育相当用心 除了基本的学科之外 在艺术课程也很重视 学生每年也会创作出许多的美术作品 更会举办师生联合美展 而第三届的师生联合美展 日前在积极正立图书馆正式展出 积极国中校长林燕良表示 能够举办师生联合展相当不容易 作品其中包括在校生、补校生以及校友 师长们的作品都共同展出 作品相当多元 校长也强调 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 有五幅更是全国的佳作 校风也借此机会将作品来进行义卖 所得将捐赠给华山基金会 积极天使展 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才华 也可以回馈社会 积极国中校长林燕良 也相当感谢陈慧珊老师 对于学生的用心指导 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积极国中 办师生联合美展 今年是第三届 我们透过学生的作品 来呈现学生评词的表现 那结合我们补校 还有我们历届的毕业生 还有我们师长的作品 在我们积极政工所的文化所 来举办这个连展 那很荣幸的就是我们 我们积极政工所 他能够把这个场地借给我们师生来做成长 我们小朋友 或者是我们观光客 都可以来到我们文化所来参观我们积极国中的作品 那积极国中这一次的这个作品里面 有五幅 有五个作品 是我们全国家作以上的作品 那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希望说学生透过他的绘画 沉淀他的心灵 沉淀心灵 然后有更好的思维方式 以后去面对他未来的生活 都能达到一个真善美的这个境界 值得老师陈慧山指出 这是第三届极极国中师生联合美展 展出的作品相当多元 包括水墨 锡画 油画 胶彩 设计版面 以及立体绿建筑呈现等等 学生都是利用午休时间或是课余时间来创作 在学校给予相当丰富的资源之下 学生发挥创意 完成的作品来意卖 意卖所得也捐给华山基金会 相当有意义 我们这一次第三届极极国中师生联合美展 主要展出的作品有水墨 锡画 油画 胶彩 还有我们的设计版画 这些作品 包含立体建筑 绿建筑的呈现 还有一些纸扇的部分 那这次学生的特色是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一直都有在逐渐的精进中 学生会利用午休时间 然后或者是课余的时间进行创作 那我们这一次呢 有将版画的作品 学校提供他们作品的材料以及诗资 那他们捐出一张来进行做公益 因为在地的孩子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才华 然后回馈社会 将他们的爱心转化成义卖品 然后捐赠给我们在地的 华山基金会 新议员陈昭玉也到场参与活动 并给予高度的肯定 也表示主办单位用心办理展览相当不容易 展出的作品相当精美 更是学生的心血 在校方全力支持之下 这次也结合在校生 毕业生 补校生 师生们的作品 共同展出 学生发挥创意来创作 相信所展出的作品相当精彩 也感谢几级政工所 对于地方教育的关心 都提供舞台 供学生展出 我们几级国中的师生 在我们卉山老师就任以后 就从事了艺文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活动 而且啊 都有作品的一个展出 过去可能是最高 就是所谓的应务是大众式的 一个所谓的基本的一个教育而已 没有针对个人的一个特质 来加以强辅导 让他们都有会常好的一个作品 然后每一个人因为经过他的一个家庭的 周遭的一个环境 家庭的教育社会的一个历练 尤其我们有所谓的晚上 这些特儿就是在地啊 这些长者的 辅导班的这些学长姐们 对过去因为没在了来打国中 现在都来打扶校这些事大 在这些代念之下 他们的作品境下的成熟 毕竟有的都五六十岁 有的都做阿公 有的都做阿嬷 所以说他们的作品 上升丁中在创作当中 就应得到我们 尽情再吃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同学们 互相的这样 尽影切磋 我相信他的作品 历经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而且我们积极政工所非常的用心 每年都提供了 不管在张老出张所也好 在我们的文化所的图书事也好 展览事也好 都提供了他们展出的一个舞台 今年图书事也非常 参加全国美产的作品 都有图书事也好 所以我们就感觉 技术的創作和教育 是要经过时间 是一定要经过时间 学生博乐也有千里 然后整个情境的一个营造 校长的支持 家长会的一个支持 这都是缺一不可的 陈昭议员也勉励学生 明年的作品能够越来越好 为极其争光 为南投争光 尤其作品在意卖之后 将所得捐给 长期关心独居张哲的 华山基金会 极其天使战 希望社会大众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起为这个社会做奉献 我们能够期许 明年的作品 同学们 能够更加的光彩 替我们极其争光 替我们南投来争光 尤其南年可贵 我们家的作品 他们的一些意卖的一个所得 都管给我们华山基金会 大家相互相成 华山基金会对我们 积极长者的一个照顾 现在真的是有目共睹 都是盗宅的关心 担心的一些阿伯 阿公 在家里的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真的实在是令我们 难以预测 但是 我们都用行动式的一个服务 但是就是缺乏签资和签资 我们就进入这个私职会 利用这次私生的一个连展 大家都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华山基金会 积极天使站站长 曾宇婷指出 感谢积极国中 先前因为去学校做敬老宣导 才认识 而在认识之后 老师们也了解到 华山基金会的理念 决定将这次展览所得 捐给华山基金会 希望透过这样的举动 让学生了解 能够透过自己的双手 回馈给社会 而在作品方面也相当精彩 不论是画风或是用色 都非常用心 透过师生连展 不但能够展出学生作品 一方面也能够做爱心 帮助这个社会 很感谢就是 极极国中华山老师 就是他就是我们其实是 从学校之前 有在做敬老宣导认识 然后他就看到我们 就是平时有在 po一些服务的过程 然后他觉得 真的是这份工作很不容易 然后也因为我们都是 只有一个人 所以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对 然后老师知道之后 就是决定说 要把这次成国美展的 所有木道的经费 都捐给华山基金会 集集站这样子 对 然后还希望说学生 可以透过自己的双手 就是来实际的回馈到 集集镇上 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 就是艺术天分 都是需要被开发 跟启发的 所以要有那个舞台给他 他就其实可以表现得很好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些画都觉得 诶那个用色啊 都很丰富 也很漂亮 陈赵玉议员表示 集集是相当有文化的乡镇 而集集镇其实有许多优秀的艺术家 在卉山老师的培养之下 学生能够认真学习 每一笔每一画都能够勾勒出 在地文化 以及学生的生活体验 并透过创作 展现出对于集集的想象 相当不容易 因为我们虽然是世纪 但是我们集集是文化的古典 尤其在文化秀专里 我在纪会的过程 参加加价值 包括文化教也好 去都没有去看到我们 集集的影响 包括我们有所谓的作家 文化是有类管的一个作家 文学的作家 唯独现在十三相乘的就是我们集集 在文学方面 真的是缺陷 说起来实在是我们在很努力的空间 这要不用不太简单 但是在文化局的三楼 它真的集集就是跟你空缺出来 对我来说 我感觉我一直不去 我每次去 我都感觉我很浪费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军途兄也是 我们的努力 打拼的目标 但是 在讲多年前 我们在慧辰老师的园少女生 自己会从不求 我都看到我们很贫困 一点 当日小孩子 长期来 所以真的是感情又不是 每一米 stär 都够热的 listener 他们对我们 在地文化也好 他的一個生活的自己的體驗也好 然後將我們積極的這種特色 孩子自己的俗修和修緩 透過一筆一筆一筆 我們來呈現下來 這是非常不簡單 尤其我們這裡的大哥哥大姐姐 所謂的補校版的作品 更加的因為隨著時間的歷練 自己的心花胸的碎關的隨便 你看他們的作品跟實際的又不一樣 現議員陳淑慧表示 積極國中是積極政唯一的一所國中 平時對異議文活動相當重視 更結合師生、畢業生、補校生來辦理 辦理這樣的活動相當有意義 除了能夠培養學生藝術氣息以外 也可以透過辦理展覽展出學生的創作品 陳議員並給予高度的肯定 並肯定主辦單位用心辦理此次的展覽 展出的作品相當精美 更是學生們的心血 而這次的展覽將作品易賣 並將所得捐給華山基金會 不但達到展覽作品的效果 更能夠做愛心回饋給社會 真是一舉兩得 在我們地方的一個教育 積極國中算是在積極地區是第一大的 也是唯一的一所國中 那積極國中長期以來對這個異議文的推動 非常的用心 在最近就由校長以及師生 我們共同策劃了一場聯合的美展 這個展出的地點 就是在我們積極鎮的文化所 那在這裡共同展出 積極國中的老師以及學生 還有夜校的學生 他們平常在上美術課 所繪畫出來的這些作品 還有以及就是利用扇子來做一個彩繪 把這些作品都呈現在文化所邀請很多地方師生 好朋友共同的來做一個觀賞 那在這個美展的特別有意義的 就是由師生提供一幅這個作品 然後如果有人用高價購買的話 這個金額是要捐獻給 集集鎮的華山基金會 那華山基金長期在各鄉鎮駐地 也都關懷於我們在地的很多獨居老人 還有日常生活對於他們做一個照顧 所以蘇惠也在這裡呼籲 對於這一場美術美展有興趣的好朋友 可以到集集鎮的文化所來作為參觀 如果在這一幅作品 你是覺得說它是一幅很不錯 然後你又一部分是基於藝術的一個欣賞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基於說 對於華山基金捐獻的一個付出 所以這一幅畫 蘇惠也在這裡邀請有緣分的人 可以來這邊觀賞 然後順便把這個很好的一個作品 帶回家中作為觀賞 另外一部分作為一個愛心 集集國中師生年展相當有意義 不但結合在校生、老師、不校生、畢業生的作品來展出 更將所得做愛心 尤其主題是知夢集 就是讓學生透過自己的雙手編織出自己的作品 相當有意義 藝人們肯定集集國中的用心 也期望好的活動要持續傳承 為集集培育出更多優秀的藝文人才 為集集爭光 明星文秋平易專題採訪報導